距离官宣结婚到现在两个月时间眨眼过去 当时拥有众多亚洲粉丝的韩国演员歌手李盛基 在个人社交平台发布手写信 似乎就在昨天 手写信中李盛基提到 要传达我人生最重要的决心 我决定和我心爱的李多言作为夫妻度过余生而不是恋人 在公开信中 李盛基用内心温暖充满爱意来形容对方 他是想永远站在我这边的人 一起分享快乐 即使活着遇到困难也想携手度过 不过志一生从他们认爱开始也一样从来没有断过 作为演艺事业一路坦途的大汉儿子 婚礼前两天还没有什么关注 是让人没想到的 唯一的一条内容还是二人取消蜜月旅行 五日据韩媒报道 即将于7日结婚的李盛基和李多言 决定不去只有一次的新婚旅行 而是集中于本职工作 日前李盛基的所属社宣布 将在五月展开亚洲巡回演唱会 少年走在路上Captor 2 五月四日到七日以首尔场开始 之后五月十二日东京 五月十四日大阪 五月二十一日台北 五月二十七日马尼拉 将与各地的粉丝们度过特别的时间 而李多言正在拍摄MBC新剧恋人 以炳子战争为背景 讲述恋人的爱情故事 剧中饰演景恩爱一角 是南亭郡的未婚妻 也是柳极彩最亲近的朋友 景恩爱是一个贤淑慈爱的女人 是守护对爱情和生活的人物 不过粉丝不看好 并不代表好友不祝福 单单在亲笔信的婚讯po文贴出后 李盛基 IG其实涌入许多好友祝贺 就连蔚来大姨李又飞也在留言区现身 并留言害羞祝贺拍手竖起大拇指等符号 表达恭喜的心情 好友李敏昊也幽默亏他 这是发生什么事 李生基要唱跟我结婚好吗的状况 他则笑答还缺一名rapper如何 想邀请李敏昊跟他一起在婚礼上唱歌 虽然现在还没参加明星的公开 要知道李敏昊参加朴信会婚礼 早早晒出来漂亮的情景 不过也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婚姻一度遭到全海网的讨伐 让这场婚礼已然站在了舆论的风口浪尖 每一位出席婚礼的宾客都小心翼翼 但还是很让人期待 凭借圈里的关系 早早公开的主持团队星光翼翼 此前还没爆料刘赛实将担任婚礼主持歌手李敏现唱著歌 预计后续两天会陆续有其他明星参加情况爆出 包括不少韩国网友很是疑惑 李生基为何不邀请江浩彤担任MC 毕竟两人的关系那么好 其实只是江浩彤拒绝了李生基主持婚礼的请求 当时担任李生基婚礼总负责任的歌手兼演员孙志昌透露 关于两人的婚礼有很多不符合事实的内容被报道出来 这是一场本该受到很多人祝福的婚礼 却累积了很多的问会 为了让新郎新娘有一个幸福的回忆 很多人都在帮他们 他俩的婚礼没有主礼人 不过有很多娱乐圈同仁会以多种方式为他们庆祝 其实李生基有拜托一起合作过两天一夜等节目 他非常信任的江浩彤担任私营 但被江浩彤拒绝了 但当时江浩彤也表示 会以自己独特的方式庆祝他们结婚 当然课代表眼里对于他们婚礼的舆论 真的让人摸不着头脑 作为一个出道即巅峰 长红20年且口碑句号的国民级别top男明星 李生基不算特别帅 但形象健康 阳光 人设是高学历 高情商 学霸 优质男 韩国人心目中最喜欢的国民弟弟 优质偶像 在韩国本土影视歌综艺多线发展 样样受欢迎 稳居多年一线地位 不过去年年底 他被诈骗犯欺诈多年 损失巨额收入 陷入了一场和经纪公司之间的经济纠纷 成为了被欺诈18年的受害者 媒体爆料李生基在经纪公司待了18年 出了137首歌 居然所有唱歌方面的音源收入都被公司私吞了 作为歌手 音源收入是离谱的0元 终于发现被公司欺诈多年后 李生基宣布解约 并对公司提出经济欺诈诉讼 要求公司赔偿多年来侵吞的版权费广告费 并且说自己诉讼不是为了钱 是为了公道 自己会把收到的第一笔50银行元 全部捐献出来做慈善 维权和善举行为一出 感动了所有韩国人 都说李生基正义勇敢又善良 不愧是正直的国民弟弟 但打脸迅速而来 仅仅过了一个多月 李生基就公开宣布要跟女友李多银结婚 成为相亲相爱的一家人 要跟她深爱的女人李多银 从此作为夫妇 共度余生 一件喜事 为什么说打脸呢 来看准新娘李多银的复杂身份 李多银出生于一个巨型诈骗犯家族 恩卡卫属于诈骗犯里的顶级豪门 亲妈真美里曾是著名演员 演过韩剧《大长经理》的崔尚公 真美里拥有两段婚姻 结束和赌博吸毒暴力犯前夫的婚姻后 带着李游菲 李多银两姐妹二婚 改嫁韩国顶级欺诈犯丈夫 并从此狼狈为奸 开启了丧心病狂的诈骗生涯 李多银的继父 经济犯李某战继友 多次因操控股价 搞金融投机巨额获利被指控 一手炮制了韩国2006年 最恶劣的股票操纵案 曾探刑4年 外加添价罚款 出于后依然没有停止诈骗 因股票作假再次被审判过 不过被翻盘逃脱了 被他经济欺诈的受害者 超过35万人之多 欺诈金额据说高达两兆韩元 很多受害者倾家荡产后 选择自杀 家破人亡 李多银的母亲 尊美里不仅是二婚丈夫 诈骗路上的贤内众 他自己还独立操作了多起传销 受骗者无数 其中甚至包括 粉他十几年的粉丝 和几十万受害者 倾则倾家荡产 重则家破人亡的凄惨遭遇 形成鲜明对位的是 李多银家族的豪华生活 这家人靠着诈骗来的赃款 住在韩国熊尔最顶级的 富人区汉南洞 建了一栋 价值九十亿韩元的六层别墅 虽然妈妈早不演戏了 姐姐李游飞也只是三线小演员 李多银自己更是胡道演过的戏 大家都没有印象 那种边缘咖 但完全不妨碍 他们高调而幸福的活着 母女三人的日常 就是在因此高频率秀富贵生活 回头看李生记的操作 结合起来戏品 真的让人难以相信 前脚说经济诈骗犯不是人 不可饶恕 后脚跑去给经济诈骗犯 当女婿了 这么荒诞的事情发生 瞬间舆论反噬了 甚至还吸引到了 顶级男明星主动要求 加入他们的大家庭 极度讽刺 带着受害者的标签 加入诈骗犯家族 没有人可以替受害者原谅罪犯 就像粉丝永远无法打斗 爱豆的心一样 不过不祝福只是态度 但真正相处的 却是他们自己 李生记在采访中 谈妻子李多银 决心和他结婚的瞬间 开始心里就很舒服 他是我非常爱的朋友 我爱他 拥有了更多自信心 战斗力都变得不同 不会后退的理由变得明确 不会抛弃 坚持到底的内心变得坚强 不喜欢我的人 都为我加油打气 我看到这些 真是备受慰藉 在这种情况下 李生记过去 在某娱乐节目中 对宋中基和宋慧桥 宣布结婚的评论 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特别是在2017年12月 播出的SBS综艺节目 《家里的主人》中 李生记在退伍后亮相 刚刚回到娱乐圈的李生记 好像对镜头还不熟悉 一直到深夜都无法入睡 于是他躺在床上 看娱乐相关的文章 这时李生记看到了 宋中基和宋慧桥 宣布结婚的文章 并表示钦佩 说宋宋夫妇太棒了 李生记现在似乎名人结婚很多 生孩子也很多 然后他开始思考自己的未来 并补充说这很难 大约五年后的现在 李生记宣布了 他与名人李多银结婚 就像宋宋夫妇一样 特别是他形容李多银 是一个有一颗温暖的心 和很多爱的人 并表示他想和他共度余生